Hello,大家好,又來到我NATCHANTAM賽馬的時間 今天拍這段影片想分享一下 其實看高班杯賽、平榜賽團體戰的重要性 羅富泉就是受害了兩場,一場得擊 回顧上星期的那場,八七零紀念短逃杯 這場馬賽看了兩隻,針分奪秒和翩翩 紅衣醒神就是贏了國際賽再來,繼續是非常當淡 蔡悅翰上場輸了給徒弟羅富泉,這場蔡悅翰就是做事 大家要很明白,知道偏偏的跑法是怎樣的 平時跑得最好到來來,或者齊普登跑得好的時候 一定是留侯,爆上來的 無論他是外達,或者手內難 都會跟隨最後兩三隻,然後跑上來 那今場大家要看一看他的跑法 針分奪秒最佳的跑法 如果大家看回所有他的賽事 一定是搜射箱子貼爛 跟著直路望空爆上來的那段最厲害 如果你叫他外達兜衝上來 沒有他在裡面搜射一段爆出來那麼厲害 那今場蔡悅翰就做到一個團體展了 那我就覺得,看看當日的片段 是百周年紀念短途杯準備 那大家看到偏偏是很有意識地 對上前,這裡其實是可以留侯的 已經可以留在聖德偉之後 他沒有這麼做到,對上去 那就是拍著小巨人 那這件事有兩個作用 那我想第一就是確保有一個針分奪秒有個博士 第二件事,紅衣醒神 等他轉蚊的時候走三碟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那洩一下洩一下洩出去 那就輸給你了 你看到,當然有人說 偏偏走到直路 崩了,針分奪秒少少的 那這些我覺得是少少意外 影響不到針分奪秒的衝刺 這裏去到走三碟 紅衣醒神要這樣走三碟出去 偏偏這裏吸退後 既容易打右邊 其實本來打出來 這個就是很輕微的,針分奪秒 其實也不是那麼多 這裏從純勢帶 紅衣醒神出去一點點 然後一試試試 那次洩到紅衣醒神剛剛追不到 說真的,論實力 如果紅衣醒神要不定要走洩位 應該會僅盛振分奪秒的 但是這場 羅副傳就被師傅搞定了 到今天八周年紀念任平 大家有看我的片段 這場我都揚揚得意 因為我都猜得很準 因為歡樂之光就是眾此之得 高東尼三隻 時時精彩一定主力的 潘頓爺上去 有隻醒目明可以輕飄飄的 有隻馬克羅斯 馬克羅斯一定是拿來搞歡樂之光的 因為一個三檔 馬克羅斯就不當 另一件事是蕭加 蕭加有兩隻馬克羅斯 第二隻就是達羅素 那馬克羅斯也是和高東尼一樣 是搞歡樂之光的 達羅素輕飄飄進行為面戰的上場走近 那這個就是我吹水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平湖之聲無阿拉布的場籤白 真是司馬嗎 難道不是真的覺得可以嗎 但是他真的跑 我覺得不知是否蔡海說 熊天鵬派出來了 基本上是保險 都是以前的徒弟 當然羅富全也是 羅富全光芒比較強勁 那現在平湖之聲派出來了 即是保險地要燒了歡樂之光 那他一放就放出來 那歡樂之光走二達 被馬克羅斯頂住 他頂住 最後馬克羅斯和歡樂之光 死了不是第一次了 死死地 接著就 昇州司令也說過 堪完就去全城散了 平湖之聲不用想的 馬上發財沒有表演過 那我為什麼買不到死重彩 因為整目明驅我都不相信 那蔡明紹發揮也好 差一點也有達羅素 然後這場又是一個團體戰 師事精彩 贏得很輕鬆 那到今天第八場 那到羅富全五路輕兵 那這次他很厲害了 好運多贏這隻 好像還沒脫過位置 他竟然是會拿出來跑 好運多贏一開始 潘頓已經是力騎了幾下 如果正常來說 好運多贏不應該這麼騎 應該是穩傘 中外黨爆一段 但是竟然是力騎一段 不知道是不是羅富全 吩咐他搞一隻佳營之聲 那另外一隻 月滿羅富全達龍區 守得比較厚 那他也是有一點居前 那他就造就了 天滿爾和妙孫達人 妙孫達人其實 不應該這麼困難 這隻馬是上季展現實力的 粗身馬越跑應該會越土 但是這次因為 洩分太多 所以我也不敢買 但是想不到他這麼夢幻的形勢 妙孫達人 然後添滿爾 即是要相信添滿爾 馬主是有要求的 千七馬買回來 接著扯上報民來騎 如果大家想到 我就想不到 因為上場添滿爾 跟著佳營之聲 跟著直奴都沒有 還要被德勝區過 不知道為什麼這場可以這樣 我真的想不清了 唯有說報民騎高梁家進很多 還有今場是不用跟得那麼前 有遮擋 天滿爾 就是想不到為什麼會這麼厲害 最後天滿爾妙孫達人 羅富泉就是肥仔 他的團體戰勝出 所以說去到高班賽 杯賽 這些團體戰 真的要想想 因為去到高班賽 杯賽 才會有一堆銅線在一起 無論是銅馬房 或者銅柱 銅系 這樣才會在一起 所以大家有些賽事 真的要多多動腦筋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可以的話 來到我NetCharm頻道 NetYouTube的NetCharm頻道 按訂閱訂閱 還有按這個鬧鐘 第一天有新影片 就可以第一時間在一個 通知 知道了 多謝你們的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